一镇公园国民广场腹地广大 平常运动人潮相当的多 不过广场没有完整规划 一旁虽然设置有实意 但却很少人使用 周边到处都是狗狗的粪便 很好的一个场地 全部都是狗大便 那我们也做了一些规划 一群常常在国民广场运动的民众 联合向司议员陈怡陈勤 希望能够有效利用这一块区域 司议员陈怡邀请了都发处等单位会刊 建议全面绿子栽 规划草皮休息区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政府的计划 当他说可以做的时候冬天 冬天草都死光光了 要做的话要春天赶快做 马上两个月就是绿油油的 把他拖到 拖到什么冬天秋天再来 不好意思刚好还有一个行政流程 因为我们还要再做发包 还要再做那个产兜的行政流程 现在陈怡的位置是在中正区的益政公园 那这边呢就是有很多的早起会 或者是傍晚来运动的民众 那他这里呢 我们希望就是把那个草地把它整平 怎么说呢 因为下面其实有石块 然后有狗屎 然后就是其实他们运动起来 其实都是在在闪躲的 那就是现在是希望就分两块 一块就是给民众去好好使用这块草皮 那另外一边呢是让宠物可以 就是有喜爱爱狗的人士来这边没有狗 由于市府针对这一块区域 陆续有规划的方案 市议员陈宜说 会将民众规划的建议 送交市府多发出参考 若经费不足的部分 将会动用一元配合款 协助办理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